第四节目 有什么好爸爸和坏儿子的组合呢? 我实在是想不到 我只想得到坏爸爸好儿子 神雕侠里里面的杨康和杨过 就是坏爸爸好儿子 你们想得到什么好爸爸坏儿子的组合吗? 可以在讨论区留言哦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马拿西做犹大王做了55年 55年耶 这是一段很久的日子 但是二到七节 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 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秋坛 又为巴黎竹坛做亚瑟拉像 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 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在耶和华殿语中竹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 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竹坛 并使他的儿子惊火 又观照用法术 立交诡的和行巫术的 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 坏儿子 好爸爸 记得他爸爸西西家 做的一切改革吗 西西家废去秋坛 毁坏住相 砍下木偶 打碎铜蛇 这个儿子马拿西 不只一代不如一代 他还让父亲西西家的心血 全都付诸流水 马拿西自己行恶 还带着人民一起行恶 他的行为比耶和华 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 还糟糕 所以耶和华的众先知 宣告了马拿西 与犹大国的结局 十一到十五节 因犹大王马拿西 行这些可憎的恶事 比先前亚摩利人 所行得更甚 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 献在罪里 所以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我必降祸于 耶路撒冷和犹大 叫一切听见的人 无不耳鸣 我必用 两撒玛利亚的准绳 和亚哈加的线陀 拉在耶路撒冷上 必擦进耶路撒冷 如人擦盘 将盘倒扣 我必弃掉所余胜的子民 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 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 掳掠之物 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 直到如今 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我的怒气 马拿西与犹大国的结局 可以用三个方式去理解 第一 灾祸将临到耶路撒冷与犹大 听到灾祸的人将会耳鸣 第二 耶和华将擦进耶路撒冷 向人擦盘子 擦完了以后将盘子倒过来 没有剩下 第三 耶和华将弃掉 所余胜的子民 让他们在仇敌手中 被掳 被掠 但上帝子民的罪 并不只是 一代两代的事情 他们从出埃及以来 就常常犯罪 惹动上帝的怒气 马拿西的邪恶行为 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马拿西的执政下 整个犹大国可以说是充满了罪 各式各样的罪 但有点令人意外的是 上帝让他平安地与列祖同睡 马拿西的儿子亚门 接续他作王 亚门王在信仰的表现 几乎与他父亲马拿西是同一个模子出来的 他也行恶 亚门王遭到背叛 被杀 他的儿子约西亚 接续他作王 马拿西的所作所为 真是令人直摇头 他是南国北国中 几乎最恶的王了 我们这次特别来看看 他的一些恶行 马拿西从事各种假神崇拜 巴利拉 亚瑟拉拉 天上的星体拉 他又行巫术 还有教诡行为 使他儿子金火 关照 又用法术 他还杀了许多无辜人 马拿西的众多恶行 可能很难一一说清楚 但很多是跟控制有关的 各种假神崇拜 就是希望从假神那里得着能力 用以控制周遭的环境 看天上的星象 为的是要对未来有所掌控 巫术和教诡行为 也是为了要得能力 得掌控 让儿子金火 他付出代价 为了要得到什么东西 关照 法术 也是为了让他对他的环境 有更多的掌控 杀无辜人更不用说了 直接控制人的死活 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有无法掌控的事情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宇宙当中能力最大的那一位 我们不需要像马拿西一样想要掌控 想要控制一切 最让我们安心而且平安的就是 上帝掌权 我们不需要掌控周遭环境 让上帝掌控大局 我们就做好上帝托付给我们做的事情就好了 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by bwd6